哈喽大家好 我是GoMarkets的Yoyo 那么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Mac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一些没有专业背景的华人呢 他们在投资方面 有可能碰到的一些误区 和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会就一些热门话题 来讨论一下 那么首先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现在呢很多人觉得澳洲经济不行了 所以我们的钱应该赶紧去 投资债券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谢谢Yoyo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很多的英文平台和中文媒体上 都会看到 有关澳洲经济疲软 澳洲经济不行了 或者说各种负面的报道 这儿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的认识 其实澳洲的经济现在 看上去呢 似乎是在疲软 但是距离所谓的不行 还差得很远 关键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澳洲经济的疲软 很大程度上 是现在央行 为了控制物价 而人为造成的 对比一下美国 对比一下欧洲 都已经开始降息 由于我们澳洲的 这个物价水平 或者是通胀率 还是比较高 因此 我们现在的降息 可能要比美国 晚五到七个月左右 这才导致呢 这个消费相对于疲软啊 或者是经济数据 看上去相对不太好 那么其实一旦到了降息之后 或者说一旦降息开始之后呢 我相信澳洲的经济的活力 和消费将会很大程度上 有到恢复 所以刚才这个悠悠说到的 这个有些朋友们可能觉得经济不行 要去买债券这个问题 其实我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债券啊 它很大程度上 它是挂钩于澳洲的官方利率的 换句话说 如果官方利率 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 是连续下跌的 那么不管是企业发行的债券 还是政府发行的债券 它对标的那个产品 也就是官方利率 也会出现下降 我们知道债券的基本回报率呢 基本上就是官方的30天 或者90天的银行这个拆借利率 再加上的0.5%到2.5%之间 那么根据发行债券那方的 这个信用成本啊 以及它的违约的比例等等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我认为随着利息的下降 澳洲的经济回来将会很快付租 同时呢 由于不断降息 使得债券的回报率 在未来6到12月时间 并不会特别好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人觉得经济不好 那么买股票肯定会亏钱 那么这些钱呢不如存在银行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嗯 那么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呢 说到了三个观点 一个是说到经济不好 第二个呢是买股票会亏钱 第三个观点是说到 不如把这个钱放在银行 那么在这三个观点里面 我们都知道大家肯定会有自己的看法 刚才我们说到经济不好这个问题呢 在上一个问题中 已经给大家简单做了解答 那么第二点呢 有的朋友问到 那么现在经济不好 是不是股票就肯定是不好呢 那我们从具体的数据来看 现在不论是美国 还是澳洲 或者说像日本股市等等 这些欧美股市还在不断的上新高 而且随着它们降息的持续 很有可能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股市还会继续上涨 所以说在第二个问题上 朋友们说买股票会亏钱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2个月之内 这个可能性并不会很大 那么相比于存银行的话呢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存银行肯定会觉得 这个相对会安全一些 肯定会保险一点 这没有错 但是随着利率的下降的话呢 这个存银行的回报率 也会随之而下降 那么具体你要是低风险低回报 还是在降息周期里面 考虑股市相对风险高 但是潜在回报高 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回报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是 股市很难做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普通人如果选了一只股 选了一只公司的股票 那他最后破产倒闭清算了 应该怎么办呢 两半呀 开个玩笑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在澳洲啊 或者说在世界上再大的公司 他也不能完全百分之百排除 他不会倒闭 那么所以呢 对于小白的朋友们来说 或者说对于金融这个产品 或者公司并不太了解的朋友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产品 也是上市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公司 而是上市的开放式基金 英文呢 就叫做ETF 换句话说就是可交易的上市基金 那么这类基金的话呢 我们重点可以跟大家推荐的 比如说像是澳股基金 就是做ASX200 澳洲最大200家公司的平均权重的基金 或者是美国标普500基金 华尔街基金 或者说是纳斯达克基金等等等等 那么这类基金 其实它就是把钱 按照不同的这个配重比分 比例啊 平均的分到了前200 或者前100公司 那么即便真的有一两家公司倒闭了 那么对于这个基金来说 也就是可能会损失一点的钱 但是不至于这个完全报销 或者是血本无归 所以对于小白客户来说 我个人认为在澳洲股市里面直接购买澳洲本土的指数基金 或者是欧美的指数基金 一可以避免掉换汇或者是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呢 二也可以这个基本上取消掉 或者是基本上的消除单个公司倒闭所带来的风险 嗯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澳洲的养老金是不是除了收钱什么都做不了呢 不是的 那基本不是的 事实上是这样的 大家很多可能觉得 我个人在前几年觉得 基本上咱们要65岁才能养到退 才能拿到退休金 能不能活到65也不一定 虽然说现在呢 这个寿命可能是在85岁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呢使劲遮探呗 无所谓 但实际上呢 我个人建议大家越早关注 或者说是爱护一下自己养老金 那么对于未来长期来说可以给你在 万一你活到65岁之后啊 在退休之后会有一个非常体面的生活 那么具体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呢 很多朋友们喜欢买股票 或者刚才说到了买这个指数基金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 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自营养老金才能这么做呢 事实上是不用了 那么在澳洲很多的这个 养老金公司 比如说澳洲最大的澳洲人的Super 或者等等 据我了解很大几个公司 他们可以让会员自己选择 使用养老金中高达80%的比例 来去买澳洲的前300的大公司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1万块钱 在养老金公司 你可以使用中间的8000块钱 自己选择 我想买银行股 我想买矿业股 我想买资源股 我想买通讯股 只要是在前300股票里面 你就可以自由支配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第一你不用花几千块钱成立自营养老金 每年也不用做几千块钱的审计费用 第二的话呢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还能直接购买到 你所喜欢的单个股票 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上市的指数基金 所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呢 可以极大的方便于那些 喜欢自己折腾的小伙伴 当然了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tips呢 就是大部分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养老金里面的那些 各种保险都是比较鸡肋的 你可以以更低的价格 买到质量更好的商业保险在外面 所以从未来 从现在到你退休的二三十年时间 我个人建议 你可以把这些 杂七杂八的费用和保险 在你的养老金公司里 通通取消掉 别看这每年一两百块钱 但是三十年四十年之后 积累下来的 就会导致几万 甚至于十几万的收益差别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解答了 大家的一些问题 就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下期节目见